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最近非常活躍於Facebook 經常發表一些貼文 而他昨天的一則貼文竟然引起了沈旭輝沈教授的注意 並且對他有所嘲諷和微言 昨天的一則貼文大概是說到 有些海外媒體和反政府機構 作出一些不實報道 言論是偏頗、不公道、不負責任、甚至別有用心等 沈教授又說 這則官方聲明反映到他的精神狀態令人不安 為甚麼呢 第一 給特區政府的聲明點名的機構 其實都在國際運作 根本就不是特區政府能夠管轄 批評特區政府就不等於反政府 第二 反政府機構都不知道怎樣定義 公民社會就是要監督政府 否則是否只能盲撐政府 才可以不成為反政府機構 假如香港的機構批評過政府就是反政府 總數有多少 第三 華盛頓郵報的條言清楚說明了 根據65宗案例 正是壓上水門事件以來的捕魚 拖倒尼克遜總統下台的勇氣 去查證事實 和小心思考 但是特區政府回應 居然是說別人 沒有事實根據 別有用心 而不是逐一回應 被列舉的事實 沈教授的hashtag 全世界都迫害你特區政府 你丁蟹 這就串你丁蟹上身 林鄭就在自己的Facebook貼文說到 這兩天雖然是家企 但是我們監察海外媒體和反政府機構 對香港示威行動的不實報導並沒有休止 並且即時發表了三份聲明作出反駁 麻煩你了林鄭 作為一家傳媒機構 她對於政府和公營機關的監督 根本上是天經地義的 這就是他們作為第四權的可貴之處 而記者監察政府根本上就是他們的天職 你竟然反過來 特區政府 監察海外媒體和反政府機構 你在做甚麼 這就是不務正業 全世界有甚麼政府的首長會出來跟人說 你在監察一些媒體 是不是傻的 這些是 四十多萬一個月 說這些說話根本上就不匹配 還有另一件事 你就把那些批評的意見 當成為反政府 這件事是相當危險的 亦反映得出 為何特區政府或建制派或藍絲 他們會當香港電台是一個反政府機構 他們就是這樣想 凡是在這個媒體裏面 有一些聲音是批評特區政府 他就當作反政府 你裏頭有頭條新聞 你就是反政府機構 那就錯了 有空就向前廣播處長張敏儀 張大姐請教一下 不要只是用一些很低級的邏輯 低級的辯駁 就說 這個香港電台 就是收政府錢來反政府 你錯了 張大姐就說得非常清楚 公帑其實就是來自香港納稅人的錢 所以香港電台根本上就是收緊香港人的錢來為香港人服務 就不是為你這個政權來服務 他所作出的正正就是公共廣播 所以就是要監督你這個特區政府 麻煩你搞清楚那些觀念 什麼叫收政府錢 政府的錢從何而來 不是從你林鄭或者建制派 或者藍絲的口袋而來 是從全體香港市民的納稅所得 是不是 搞清楚這些基本觀念 才出來論證 對不對 還有你特區政府 出了三則的所謂聲明 就說人家偏頗不公道 不負責任別有用心 你應該是要點對點的形式來回應 你認為華盛頓郵報有哪些地方說得不對 哪些地方是偏頗不符合事實的 是虛構各樣的 你應該是駁斥他 你把事實拿出來 正如龍英台所說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而不是像你那一篇聲明 你那一篇聲明給人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你不停在發表你的個人意見 就是駁斥別人 總之說人家虛構 又說人家是別有用心 你不能夠掃諸於這些情緒化的語言 是不是 你說人家虛構 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 你就告訴別人哪些地方是虛構 哪些論點是虛構 哪些報導是虛構 而不是一味道虛構 你別有用心 你說這些說話有什麼意思 是不是 根本上你是反駁不了別人之餘 根本說服不了任何人 是不是 藍絲不看 你的東西那麼長 那麼多字 是不是 你告訴別人哪些地方是錯誤的 偏頗的 你沒有說到 是不是 反而你就說一句什麼說話 你就說 別人在報導標題 指出香港警方在處理示威活動時 屢次違反指引 並不須承擔效果 你就說這一句說話 是偏頗和誤導 你說對於這些沒有事實根據的指控深表遺憾 好了 我想請問各位益友 他說別人 這個偏頗和誤導的標題 到底是有什麼偏頗和誤導呢 根本上就是一個客觀陳述 是不是 你事實上 警察處理示威活動時 正正就是屢次違反指引 而且就沒有需要承擔一個後果 是不是 比如說你只是說昨天 你不要說其他縣 擺明有一個警察就是公然違法的 他公開在《立場新聞》的直播的時候 他就將記者的身份證 在別人的直播上展示出來 是不是 這個你正正就是嚴重損害了市民的私隱 而且你是肆意去打壓和踐踏新聞自由 你就拿了別人的記者身份證來看 看你就自己看 但是你在別人的直播鏡頭面前 展示身份證 你是代表什麼 這些是嚴重的挑釁 是不是 你損害了他的私隱權 這些是擺明違法的 有沒有查有沒有拉 你看到時候有什麼結果 好了 這個私隱專員 王繼儀有書面回復到港台的查詢 他就說已經是有足夠的理由 就此作出調查 在完成調查之前 公署就不能夠評論所涉的個案 但是就有了初步的觀察 希望你這個私隱署 就不要跪下 就不要受到有些 個別勢力的施壓 你就不去調查這件事 因為擺明就是違法行為 這些是不是 將別人的身份證放在鏡頭面前 直播都可以 如果你不去處理這件事 以後這些濫權的個案 只會是無日無知 侵犯私隱的個案 只會是無日無知 是吧 因為他們不需要承擔後果 根本上這些警察 已經是濫權 不停向記者要求 展示記者證 出事的身份證 重複地作出這些無理要求 你很明顯的目的 就不是為了查核記者的身份 而很明顯你的目的 就是為了租質去刁難 是不是 作為一個記者容物而形 穿著反光衣 握著幾萬元的攝錄機 一般人去示威會不會握著幾萬元的東西 到處走 想都想到 你的知識水平 文化水平不是低到這樣 你們這些警察 第二點 你對於那些被制服的市民 施以完全不必要的武力 你是完全使用一種私刑 這些正正就是華盛頓郵報所說的 你在示威活動當中 屢次違反指引 並且不需要承擔後果 你有什麼後果要承擔 對於一個被制服在地上動彈不得的少年 你對他狂噴胡椒噴霧 你有什麼後果呢 你將那些被制服的示威者 打到他頭破血流 棍如雨下 你有什麼後果呢 甚至乎是怎樣 按住他在地上 其他的警察一擁而上 將他圍偶 有什麼後果呢 在新屋嶺 將示威者打到骨折 在北區醫院有X光片 拿出來看看 讓我們欣賞一下 是不是 你有什麼後果呢 在警署租責的那些犯人有什麼後果呢 在831那裏 太子站沒有差別攻擊的乘客 你有什麼後果呢 包括在前日海港城那裏 你那些警察一樣 無差別攻擊 對於乘客也好 街坊也好 去購物人士也好 不一樣亂打 你有什麼後果呢 你沒有後果 這些事情是 對不對 第三點 第三點 昨天你在大埔 有些防暴警察 抓錯自己人 抓錯那個蒙面便衣警員 就已經證實了你是隨意濫捕 一旦你出來說那個真是違法的 你放生他 如果不是你根本上就是濫捕 是不是 你抓錯人 隨意抓人 或者故意濫捕 你是完全不需要承擔任何的法律效果 以及政治責任的 你喜歡抓就行了 你在現場喜歡抓誰 看他不順眼就能抓 但是你不需要有後果 這些就是不需要承擔後果 你就說人家是 偏頗和誤導 對於這些沒有事實根據的東西 就是深表遺憾 這些有沒有事實根據 你自己有都可以抓錯的 你告訴別人 你解釋給別人 為什麼你會抓錯 蛤 是不是全部你都是抓得對的 百多人在街上逛街 你將他前後包叉為暴 這些你是抓什麼 你如果抓錯人 人家是否需要承擔任何後果 不需要 而且你是擺明優待那些藍絲 721830人 你抓了幾個 你都出來說 全部人不戴口罩 多英勇 多威衰 多架勢 你拘捕他 不拘捕 你不作為 你消極不作為 擺明就是放生的人 你優待那些藍絲 這些就是執法不公 這些就是選擇性執法 第四點 你就是隨意向那些 路人 街坊 記者 甚至乎你上司 指揮官 屠輝 施以一些暴力 但是你就算射錯人 噴錯人 你是不需要承擔任何後果 這個是否偏頗和誤導 這些有沒有事實根據 包括你在清真寺 射這些藍色的 不知道什麼水 你出來解釋 有什麼化學成分 射中了武漢 這個是否無辜 你需要承擔法律後果 你不需要 你有什麼後果 你就找人道歉 道歉不是後果 你射錯人道歉就可以了 射盲一眼那些 怎麼算 那些怎麼算 請問你 剛剛 還有你行形式連環 你掃射的記者 怎麼算 射包別人的臂量 用橡膠子彈 怎麼算 射盲眼那些 怎麼算 你需要承擔法律後果嗎 你需要承擔政治後果嗎 你需要承擔什麼後果 請問 你說人家這些是偏頗和誤導 你告訴別人 警察在過去的半年有多 你做出這些催淚彈放題也好 亂噴胡椒噴霧也好 你需要承擔什麼後果 你是完全不需要承擔後果 社會已經是看得一清二楚 你出這些聲明有什麼作用 所以沈教授就說你這個精神狀態令人不安 我認為說得很客觀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